6月6日早上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圣地亚哥的美墨边境偏远地区 抓获了57名非法移民 这些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他们聚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墙之间的一处地区 然后由边境巡逻人员安排巴士送到当地庇护所 最近几个月 圣地亚哥已成为了 美国最繁忙的非法移民过境点之一 大量跃进移民给正在寻求11月连任的总统拜登 带来了一场政治风暴 拜登本周宣布了一项禁令 禁止非法入境的移民申请庇护 该命令立即生效 但对无人陪伴的儿童 面临严重医疗或安全威胁的人 以及犯人受害者予以例外 数据显示 今年4月美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中 近30%在圣地亚哥地区 去年10月开始的本财年迄今 边境地区已逮捕了116万多名非法移民 明镜兰封连任的旅游